本校焦點 這個跳鞋子是大人小孩都很適合的運動 六甲頂操縱國小學生很厲害 參加一百零五年度 這個全國民宿體育競賽 這個盡速跳繩是拿到全國得優 平均一分鐘可以跳一百五十八個 頭過兒竟然我們帶你來感受他們的速度 比賽開始 小朋友跳鞋子都很快 都很快 在旁邊海鞋子的學生 雙手就只有棋人的手舞一樣 同樣的動作一直順滅不停 就是這種怕人的團隊合作 超港國小六年加班的學生 參加一百零五年 全國民宿體育競賽 競速跳繩是拿到全國得優 關節一新然後力量不要太高 要控制提醒大家 那你這樣子甩會不會手會甩啊 會痛 都正常的 要全國第一就是這樣 那這次得到全國第一更就怎樣 很開心 怎麼說 就是我們第一次練習 沒有到一年而已 就可以到全國第一 所以我覺得非常開心 就是有時候節奏就是抓不穩 然後像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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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會勾腳 這個會勾腳 然後黃文森他就是有時候數太快 所以團隊默契很重要是嗎 跳繩拿到全國冠軍和第2名 替六港錠成功 店長吳靖然也特別前往飆用 今天非常開心 陸港鎮的長安國小 也是我的母校 這次參加 這個全國 這個優等第2名 這個成績是非常非常的不簡單 因為這是全國性的這個比賽 那我身為政長 我當然非常的興奮 所以這會可以拿到這個名次 我身為陸港政長 在這裡可以說是我們陸港之光 也是我們曹王國小之光 每天連濕連工夫 照這種厲害的跳功 這就第1名 超港國好 叫我們第1名 到中華新聞 連工夫人都更 才紅不得 1 2 3 4 4 好 好